所以 這是 fantastical national projects 시면你的資金 然後我們去重慶這個項目 我們一起去幫忙 學名師 Besanne和菀 然後我們去重慶這個項目 然後它是東北的功能 这样是好的读书还有剑 OK, so this is our final center in Chongqing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设计是 重庆江北最有机动场 这个城市的区域是在南方的北方的位置 这里是区域的区域 这里是区域的区域 是区域的区域 它是水圈的水圈 水圈是2米的 所以在重庆是比例的 R is 1930 Snow is比例 New York 所以不像西亞歐,但某些人喜歡西亞歐,所以我們會回來後來 如果在三十年代的大力相比的話,同期就很像剛剛準備紐約 這個計算是我們的計算是 平均的位置是30-60,在江青,西亞歐,是30-50的座位 但序域的高楼比西亚图要高很多,而且它有很多現代化的摩天大楼,而且西亚图也有很多摩天大楼,但是在密集度上也沒有成熊高. 然後這張圖是2006年的時候 重慶正在激發的幾個 已有的還有將要見的幾個 比較重要的一次重慶 所以這就是重慶的成長 從左到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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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圖是主要關於重慶的這個變成的過程 但是我們從這張圖裡還可以發現 當就是以前的重慶的市中心的部分 現在仍然是重慶的一個市中心的地區 這張圖是燃耀地區 如果是這裡面上的市中心 鄉周端是澤東 美國是在紓尾城 西亞洲的最高 在紓尾城上 雖然是很高 所以我們在紓尾城 內也挺高 這張圖主要是關於重慶和西雅圖的平面 在溫度上的一個對比 然後上面那張圖是重慶 下面是西雅圖 所以說重慶的氣溫 還有潮濕度的冷卻比較高 所以在夏天我們一定要更多的考慮 它的降溫還有乾燥 太陽和太陽輻射的一個對比 然後對於不管是重慶還是西亞圖 太陽輻射的那個量都是比較少的 所以在太陽輻射的那個量方面可能不能很廣泛的日落 這只是一個風還有太陽方位的一個西亞圖和對比圖 上面的是重慶,下面的是西亞圖 然後重慶的風向是北邊的主風向 然後西亞圖主要是兩邊的風向 這是一個 the concept of one hour economic circle in Chongqing so basically the idea is having the one hour drive time economic circle and u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rea to help developing the other side of Chongqing and also make the CBD area of Chongqing to be one of the most economic cities in the west the part of China Giyang to the home圈主要代表 就是 Chongqing 他意想是拍車區域的一個經濟的一個經濟圈 然後主要是在他的經濟發展上 這個經濟發展上 so light rail so while Seattle is more about singular movement I think we have an open of the light rail of Chongqing I have a couple light rail and right now I think red and green and blue line is open I'm not sure if bubble is open yet I think it's open this year or next year but at the end I think in ten years or twenty years they try to double the amount of light rail of Chongqing and also Seattle they're gonna still continue the singular movement but they're gonna hold the light rail to the top now and which will pass through the heat up area I think eh your 西雅圖的轻轨还有重庆的铁路轻轨 然后对于西雅圖来说它的线里还是短大一点 而且线里有很多的铁路网 所以说在西雅圖 然后好像是在十年之后 这个网格会更加密集 然后会有更多的线出现 然后所以说在西雅圖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轻轨的依赖 也是没有重庆 对于轻轨的依赖要大 所以说我们在西雅圖 还是开车比较多 然后重庆已经渐渐的 用不用这个铁车去外